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呢 在现实生活中你练这个也没有太大用处 你拿一把镰刀上接 或者你拿一把斧子上接 或者拿一个双接棍子也好 你地铁安检都过不了 而且你也不可能天天一个女孩穿这个双接棍子上去 对吧 所以其实呢 我们要练的是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勇 就是现实生活中常用的一些武器 就是在看起来可能不是武器 过安检都无所谓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旁边的武器 大概每个人都有 就是加冥钥匙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武器 我们先说一下刀 刀是这样捅的对吧 刀 刀 拉着 实际上这个东西和刀可以是一样的效果 一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要讲一下握的方法 就在握的这个角度上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这样像握刀一样去握这把钥匙的话 这个钥匙根本没有用 而且会把你的手拉坏了 所以我们在前提讲过一个就是防止一闹的那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握刀有两种 阳把 阴把 还有一种专业的握法是这样握的 这样握刀啊 刀是长的 是这样握的 刀在手心 所以其实钥匙也是这样握的 钥匙在手心 你觉得这样好像握起来不是很结实 实际上它很结实 它这样 是非常有意思 看一下我怎么就握这个钥匙 钥匙放在手心握紧 当我想要去 其实我不会拿钥匙去插 我只会拿钥匙插它软肋这个位置 插完之后也不会把人插漏 钥匙的好处在于钥匙不会致命 插完之后它会 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当我需要滑的时候我就像这样 去滑下来就可以了 向上滑向下滑 那么大多数的时候你在掏钥匙的时候 钥匙在兜里的时候 掏出来就这样掏 这个时候只要露出的尖都可以挖 那么各位女生 如果你能够把你的钥匙这样掏出来 基本上不需要练你什么功夫 那些空口到家天天砸石头 一砸木板什么的 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让手变硬 你的手已经变硬 而且变尖了 滑一下就好了 我不建议你去用钥匙去除眼睛 除非你在强奸或者致命强弄死你的情况下 否则的话滑一下就好了 滑从这滑上来就可以了 你只要拿钥匙手一滑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种钥匙的用法 第二种钥匙的用法就比较狠的用法 就是拿出一个钥匙用手捏住之后 对着他的眼睛横滑一下 不太可能把眼球划破 因为人会本能够躲 但是这横滑一下造成的心理上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即便对方闭眼也能够感觉到 而且恰恰是对方闭眼的时候感觉到最猛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钥匙的用法 是这样用的 就是当对方向你靠近 比如说对方找茬 对方向你靠近的时候拿钥匙 把钥匙向他脸扔过去 我呢扔个高一点是为了不打的 实际上要把钥匙向他脸扔过去 扔出去这个钥匙之后 直接给他做测串 这种测串效果会非常好 就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格斗上把测串是这样的 其实你把钥匙往脸上 你出来再去捣步做测串的话 那个效果是非常有效果的 当然了 如果比如说我这个女生我也没练过防身术 我不会撤出来 我怎么做 啪一扔上去之后 效果非常好 您可能看过《功夫》这个电影 功夫这边 所有人冲上做 啪啪啪啪 跺脚 看起来好像是个笑料 是个包袱 其实是一个系数 爬往脸上一扔 大 跺上 跺上之后 像碾烟头 碾一下 转身就跑得好了 绝对不会追上你 当然 问题是你要是不在 你会不了家的 但是这个技术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所以再强调一遍 什么是武器 这个就是武器 谢谢大家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防身术 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什么 什么匕首啊 刀啊 枪啊 剑啊 剑啊 现实生活中 不允许你拿这些东西 现实生活中 允许你拿钥匙 第一声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MY DEAR PR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SALF SALF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